台灣時間4月24號 勇士對上國王隊的系列賽 這場比賽勇士隊以1分之差顯勝了國王隊 但在關鍵時刻 Kori竟然發生低級失誤 這場比賽交道競賽的G-Monkey回歸 他向教練提議自己從替補身份上場 上半場兩隊打得難分難減 最後在比賽第四節剩下1分25秒時 Angelo Wiggins拋頭得分 勇士隊離先5分 剩下42秒的時候 勇士隊已經用完所有暫停 但Kori卻在背包夾的情況下叫了暫停 這時裁判就給了勇士隊一個技術犯規 我們還看到旁邊勇士隊的總教練Steve Kerr 不可自行的抱著頭 還擺出深蹲拜佛的姿勢 隨後國王隊連得4分 Kori又失守的情況下 國王隊掌握著最後決殺的機會 但可惜最後國王隊的Harris Abundance最後一擊未進 勇士隊以1分之差顯勝 隨後勇士隊的總教練Ker 還與前勇士隊的助理教練 現任國王隊的教練Mike Brown 開了葛Kori喊暫停的小玩笑說 Hey Mike We got all new plays now You don't know any of them We got all new plays Hey you know these guys so well 稍後訪問到勇士隊的總教練Kerr說 這是他的錯 他應該事先提起球員們暫停的次數 Kori也說教練把著任考人下來 但是他並不想說謊 當時的他以為這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招 但當時看向板正喜每個人都在搖頭 這是個很不幸的遭遇